原标题 他们守护中国六百年 人口七十万 不属于少数民族 身份证与众不同红武元年 元朝对朱元璋的军队打敌节节败退 一路退到了蒙古草原 至此 朱元璋除了西南 西北一些地方 还被元庭残余占据外 基本统一了天下 为了能完成天下一统 朱元璋下令进行了第一次北法 当时 西南地区还有一个梁王政权 残居在云南 他们主要由护元梁王和土球段室组成 以春明为统治中心 承奉元朝为政所 接受了 已经退守到蒙古沙漠的元朝 残余势力的命令 而土球段室则控制着大理一带 为了能快速完成明朝天下一统 早日结束战乱 排百姓一个休养生息的社会 朱元璋想着 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云南问题 多次派遣使者前往谈判 但是 没想到的是 多位使者一去 均被残忍地杀害了 朱元璋顿时容颜大怒 决定武力平叛 于是 派了三十万大军出兵西南 这场期 南平叛用时两年 最终被平定 史称平殿战争 战胜后 为了有效地巩固边境 朱元璋下令 让三十万军队中 一部分留下在当地 开垦戍边 久而久之 这些士兵 就与当地的土族融合了 结婚生子 到如今已有六百年的历史 经过几百年的朝代更迭 历史沉淀 这些当初由明君与当地人结合的后代 仍然着名服 穿青衣 他们生活在深山中 每天过着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与世无争的生活 而对于他们的民族界定 有些人称他们是汉族 但是也有人给了否定